與州局長 我們遠道從二羅斯來的這個貴賓 還有王處長 還有承鄉長 還有各位長官先進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我必須要講一點 剛剛在這邊舞蹈歌唱的小朋友 真的非常的活潑 非常的有朝氣 這象徵 我們水底 基基這邊一直充滿著向上的一股動意 剛剛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小朋友裡面還有長得非常相像的 應該是雙胞胎 這個表演真的讓人非常的高興 好愉悅 那今天是我們這個鐵道觀光小學堂的開幕 那其實我們鐵道學堂是早就有了 我們州局長先前是我們台鐵局的局長 他就很清楚 之前的鐵道的學堂都是在我們鐵戶局裡面 像現在我們台鐵局的學堂就是在新北口 島市在我們陸局外面的學堂 這個鐵道小學堂是第一座 那非常感謝觀光局能夠出資出力 那麼我們當然台鐵局在這個部分不妨多讓 我們也盡全力來配合 各位看一下我們的R100型的機車頭跟後面SPK 這是我們當年使用最多的我們的對號列車的車廂 那經過整修以後就風化再現 那當然在小學堂裡面日後我們還會提供很多樣性的鐵道文化的展示跟教學 歡迎大家都能力臨來指導 那剛剛周局長也特別提示了 因為局長比較宏觀 除了我們這個連線各點的這個觀光特色以外 2022年觀光局就已經有規劃要用軌道來串連全台所有的觀光量 所以2022年是我們這個軌道觀光年 那現在我們就已經非常努力在進行 包括剛剛局長指示的 我們從高鐵到我們的田中站 我們有一個田中支線的規劃 現在已經在做可行性了 台鐵已經在做了 另外我們在集集這個支線本身的部分 我們也進行非常多樣的改善 包括各位剛剛看到的我們的載廢列車 那麼另外還有就是我們整個集集支線 我們有一個基礎設施的一個大翻新 那現在這個已經交通部跟這個院裡面已經准了 我們會積極來推動 那配合剛剛講2022年的鐵道觀光年 我相信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一定能夠為集集 為水里 為整個地區帶來新的面 那最後今天還是非常恭喜 這個小學堂的開幕 那也祝福各位先進 各位長官身體健康萬事無欲 謝謝大家 謝謝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副局長 杜副局長